2021年一场世界距离最长的国际马拉松赛事中 出现第一位玩赛的台湾跑者罗维明 让所有人惊讶的是 他居然是穿着假脚拖来应战 这双拖鞋其实来自台湾一家小鞋场 十多年前总经理吕淑珍无形X6 开发出一款适合长跑的气垫拖鞋 在跑者圈意外爆红 甚至吸引了传统产业龙头找少们合作 将以海废弃的可可添加在拖鞋内 让小小鞋场也能为地球环保尽一份心理 我那时候刚开始从事跑步这项运动 或参加赛事的时候是非常疯狂的 很多的赛事几乎每个礼拜每个月都很多场 让许多民众为之疯狂的超级马拉松 比的是激励与耐力 还有更多的是意志与热情 2015年开始接触跑长距离的超马 对我而言跑步或者是跑超马 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种修行 跟自我学习成长的一个过程 从蜿蜒山路跑到沿岸沙滩 这群专专业跑者无畏风吹日晒雨淋 脚步依旧稳健向前 但什么力量帮助这群选手一路跑来轻松自如 原来光靠强健体魄与心智还不够 脚下得靠这双秘密武器 我过去跑步穿布鞋跑的时候 常常会有两个很大的困扰 就是起水泡 还有一个是黑指甲 穿拖鞋跑步乍听之下实在难以想象 更别提穿它来跑马拉松 连桥尾当初都曾抱持怀疑 但却因为当年这场意外 才让他与跑步脱鞋结下不检之缘 那我有一年参加一场三铁 那那场三铁在游泳上岸的时候 我的左脚无名指骨折了 踩地的时候因为还在昏 还在晕骨折了 可是接下来一个月后 我就有第一场超马 100公里的超马叫正希堡 那一场赛是对我们跑超马来 两次一个指标赛事 我非常看重 那我又不想放弃 所以说我那时候就学习穿着歪托 来跑步 最爱的是这一种 因为它都跑三路 其实跑三路就是他们告诉我说 这跑三路 他最爱穿这个去跑三路 因为它是足弓支撑 脚底不会松 来到全台唯一跑步脱鞋体验馆 跟乔伟兴奋地讨论起爱用鞋款 他就是这家鞋厂总经理 吕淑珍也是成就跑步脱鞋的幕后工程 其实这个脱鞋真的是从一杯咖啡开始 那当然就是刚好有一个消费者 他在我们的直营门市 那他就是想要团购我们的脱鞋 他说脱鞋是要拿来跑步 那当然我就很压抑 我们的脱鞋怎么可以跑步 所以在我手上的那杯咖啡 我送给他的时候 也让我投入了后面的研发 连吕淑珍都没想过 会做出一双会跑步的拖鞋 因为当初他只是想要设计一款 舒适好走的气垫拖鞋 没想到无心插柳竟然成为超马选手的首选跑鞋 在开始做鞋之前 得先确保机台全都清洁干净 才能避免让不同颜色的塑料 沾染到下一批琴鞋 做了很多颜色 这个也是对工厂来讲是很困难 但一般来讲是大家都喜欢五彩缤纷的颜色 从饭料的颜色就能看出吕淑珍的用心 无论是基本款黑色到亮丽黄 都能让简单鞋款看起来更席金 经过高温熟成开模 形成一双双热腾腾厚底Q弹的跑步拖鞋 实测鞋底的厚度就有四公分高 但是回想当初研发的过程 几乎是做到愈苦无泪 它在生产线它就会把时间拉长 生产的效率就不高 所以它里面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那良率又会降低 这个当然就是会变成成本就会往上垫 这位吴老板就是将吕淑珍各种天马行空的点字 变成实际产品的苦主之一 我们以前拖鞋都是比较不讲究 比较粗轻 所以我想说用运动鞋的概念来做一双 可以适合我们穿的拖鞋 穿起来比较舒适 结果有一天旅总跟我讲说 这个给人家拿来做跑步拖鞋穿 我也吓了一大跳 吓了一大跳我就晚上去跑一下 还真的可以穿 第一代气垫拖鞋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完成 但也注定要让吕淑珍跟合作伙伴 打定主意继续做下去 而且一去不回头 最大的压力当然是来自于工厂不愿意 带工厂不想生产 然后技术人员觉得 这个东西如果真的这么难身材 是不是要放弃 可是当来因为我做的是跑步拖鞋 所以也从跑者的身上看到了 所谓的坚持不放弃 这一份坚持不放弃的精神 不只是从跑者身上学到 分源自于他与父亲 出身贫困家庭的人生历程 我们常号称说 我们出生在全台湾最穷的一个乡镇 他当初上来台北的时候就是因为在云林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讨生活 所以那时候就是他自身来台北 然后做了很多的杂工 吕淑珍跟父亲一样拥有吃苦耐劳的性格 因为他从小就是父亲的得力助手 甚至才高中毕业就跟着父亲一起创业 早期是因为爸爸有一个朋友 他曾经在宝城做厂长 他想要自己就是找人家做创业 所以他就跟爸爸说 那还是你要不要来开个鞋厂啊 那就是他可以协助我们 不料才开业没多久 爸爸的朋友选择半途而废 后来又因为工厂经营不善而倒闭 但他们并未跌落谷底 反而因祸得福 在这个过程里面得到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认识了很多的鞋厂的老板 那所以爸爸也就是开始了 所谓的品牌代理跟所谓的批发这个角色 那也是因为这个起源 然后才做了这个工作 过去上天关了这道门 自然也为他们打开另一扇窗 今天的订单怎么样 今天订单严重报答 因为是假日有做活动 所以今天各部门都报答 OK 然后已经请求资源了 好 加油了 OK 没问题 现在的吕淑珍成功为鞋厂另辟一条新路 做出台湾才有的跑步拖鞋 在众人欢呼声中越过终点线 这是在2021年世界上距离最长的 国际马拉松赛事中 守卫婉赛的台湾跑者罗维明 而他脚上穿的跑步拖鞋 也意外成为台湾之光 带给吕淑珍莫大的感动 其实我开发每一双鞋子 都是只是觉得要好看好卖就好了 可是这个鞋子除了安全性 还有舒适性都要很兼具 所以我在制作的过程里面就会变得更多的感动 因为当这个鞋子做出来真的符合消费者的需求的时候 那种喜悦已经超乎了我制鞋领域里面所有的体会 一双跑步拖鞋翻转小小鞋场的命运 更吸引到传统产业龙头主动寻求合作机会 那他讲他台数的时候 我们觉得台数这么大怎么可能找我们 所以他来找我们的时候 其实我们觉得他是诈骗集团来的 但这回的挑战更加艰巨 因为他们要合作开发的 是能够抗菌的环保拖鞋 为了要解决云林一带大量废气苛壳造成的环境问题 吕淑珍爽快答应之后 也让下游代工厂叫苦连天 就是出来的只是全部都一直丢掉丢掉 丢掉的比做新的多了不知道数十倍之多 然后真的有一点的一点点的已经就是灰心了 第一次面临到拖鞋在科科的制造里面 其实都是一个首创 那也变成我们没有使无全力的去遵循它 那现在都是变成是一个实验 那沟通再沟通 然后不愿意放弃 也是这个科科的生产里面 算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信念 花了两年时间才终于成功将鱼业废弃物 变成环保拖鞋 这是吕淑珍跟合作伙伴根本没想过的事 原来小小鞋场的努力也能换来地球一个微笑 我们希望把最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 那我们这个小小的企业也是一样 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做的可能力量不够 可是我觉得有做就代表我们都有希望 一双能够跑步的拖鞋 让吕淑珍重新找回智鞋的乐趣 现在的她学习跑者精神 在智鞋路上永不放弃 因为这趟旅程对她来说 永远没有终点 都看到这里了 想必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淳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